来正好怎么样看 到底这个美军是太有私信 还是轻视中国的航空母舰呢 没有错 因为这个周末美军释出一张 非常非常震撼全球军事迷的画面 就这样画面 因为你不要看这样画面 就看起来就是两个美军嘛 对不对 然后呢去拍照 可是因为这样画面 实在透露出太多太多的讯息 第一个这个坐在这边翘着脚 这个人他后面帽子上写一个XO CEO其实他代表是什么 是舰长 然后呢这旁边这边写个XO 代表是副舰长 然后呢下面DDG-89呢 代表是什么 马斯廷号驱逐舰 那他们呢在远方瞭望这个船舰 虽然这样看不懂 可是对于军事迷来说 如果懂的话就知道 你看他的船手是微微往上扬的 其实就是辽宁号的航母 最最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这个飞跃式的甲板嘛 对不对 然后呢再加上他这个翘着脚的动作 其实啊已经透露出非常非常多讯息 什么意思呢 我们常常讲啊 一张美丽的照片背后 都有非常辛苦的付出 都不是那么简单的 为什么 因为这张照片啊 充分显示到美国海军哦 抓到中国辽宁号的战术落点 什么叫抓到中国辽宁号战术落点呢 这张照片呢是同时哦 另外一家公布了这个所谓的 卫星的空拍图 你看哦 整个方位上来说 你看一号其实就是所谓的辽宁舰 它的位置 对不对 二号是054A的护卫舰 然后呢三号这边是补给舰 四号是什么东西呢 四号也是另外一个护卫舰 可是你看到护卫舰 护卫舰还有补给舰的时候 你看到美国的所谓的 他们的驱逐舰就在这边 他就插进去了 他就在那边插一个空隙 然后可以拍到 然后呢这个航空母舰不是没有设防了 你看他的北边这边 五号这个位置是什么呢 是尖15 所以你看到其实这个所谓的 美国的 中国的航空母舰 并不是没有设防 他其实是有护卫舰在的 他护卫舰是在的 是有护卫舰在的 可是因为他护卫舰量不够 照理来说他整个周遭 他们的编制 我至少看到在越过巴斯海峡的时候 是有四艘的 可是现场不知道为什么 只剩两艘护卫舰 跟一艘所谓的补给舰 其他不见的 所以美国的海军 才可以非常非常巧妙 你看插过这个护卫舰 你看这是他们的布阵 对不对 他们布阵刚好有个漏洞 美国就过来了 然后拍了一张这张照片 所以这真的是有点 意高人胆大的感觉 而且是完全 不把什么 不把中国的军队看在眼里 为什么呢 这打脸中国大内宣 打得多大呢 你看 我今天看到这些 我笑好久 这是2018年的 那个中国新浪军事 对不对 他特别说什么东西 从阅兵看 辽宁舰的编队能力 五百公里内 敌军毫无还手的能力 毫无还手 那别人在旁边观察你 这样照片 打脸打得啪啪啪啪啪的响 因为其实这个 对于很多东西海军都知道 一个海一个航空母舰出去 绝对不是一个人出去订枸枝 他旁边是有护卫舰的 下面是有潜舰的 上面是有辽机的 所以说整个状况是非常非常大的 他这五百公里是没有错 包含美国包含中国 甚至包含任何一个有航空母舰编队的人 的国家的要求都对 他一个航空母舰出来 他的护卫舰散开来的时候 五百公里那艘要进空的 五百公里多大 台湾从北到南也不过三百多四百公里 加上是一个非常大的真空范围 你不要说一艘敌军 你渔船都进不来 进过美舰可以插队 插队还给你照相 然后翘脚然后拍照 这个是啪啪啪打得打 把那么大一线打到脸全部都肿起来 那中国军队怎么没反应呢 怎么突然跑来一个美国军舰 你怎么可能会没反应 只是你不敢打嘛 所以你看今天马斯尼号在干嘛 我跟你讲马斯尼号任务 其实从上礼拜就开始了 从日本的恒虚河港出发 他先去干嘛 长江口还记得吗 我们上次讨论了上礼拜 长江口晚上十二点到隔天早上九点 总共三个点做军事演习 中国敢去驱赶吗 也不敢嘛对不对 你要知道长江三角洲流域 占中国GDP的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 最繁华的城市 最有钱的城市就在长江口这块 他完全不敢动手 所以美军这个东西 有人说这是认知作战 我觉得也对 什么叫认知作战呢 就是彻底打垮你大国的面子嘛 对不对 你要知道一个国家航空母舰 代表这个国家军事之底气之所在 你要有航空母舰 你才可以说你这是一流的军事强权 可是你如果航空母舰可以被人家插队 可以被人家切进你的防空网路 切进去就算 对手还完全不身旁 翘脚在那边看你然后拍张照片 但是你这个航空母舰毫无用武之地嘛 所以说你看中国大内宣赶快启动 说哎呀这个东西是代表美国作风依然散漫 我面对你都很散漫 那又怎么样 打你脸吗 完全不用紧张 我就不用紧张 可是我散漫就可以应付你 美国杀起人来比谁都狠嘛 美国打起来 美国是这个地表上最爱打仗的国家 他可以翘脚看你国家 可以用你散漫的角度来看你 国家面子之所在 你知道两个国家军事差距 那还真不是五年十年可以命的 你确一张照片透露出非常多的意义